大家好,我是每天都想进步的好青年阿鱼 在跟着于舒心学完贾子英之后 最近我又迷上了裂兵中的安娜举枪 这就是街舞吗? 我看人家持枪都帅得不行 而他恨不得把头塞到胸腔里 一副贼美书演的样子 他演的可是个正面人物 不是陈佩斯演的那种汉奸啊 不过这点微不足道的瑕疵 根本不会影响我安李姚老师的决心 事先声明我对嫉妒警察是发自内心的百分百尊重 问题是姚安娜演的这个嫉妒警 真的和警察没有什么关系 我更愿称之为安娜队长 这是专属我们内鱼的超级英雄 他拥有绝对强悍的肉体 日常可以一次做三百个俯卧撑 被电机枪电云后可以迅速恢复清醒 最令人惊叹的是 一双眼眼可以在夜间几十米开外的高地上 看见远处拳头大小的字体 这个千里眼美国队长看了也得汗流浃背 当年八百里开外打中鬼子的狙击手 莫非是您的前辈 达尔文看了都要反手烧掉煎化论 当然如果只有强悍的肉体 那顶多也就是个加强版的烟破月 他的主动技能才是真正的变态及存在 技能一以成相待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打听事情 一定要客客气息的 比如中队长要跟群众打听情报 就会先跟运货的农民打成一片 但是安娜老师日常都是用审讯犯人的语气 跟路人讲话的 完全不用担心群众不满 也不用担心万一对方是毒枭的同伙 认出他是警察该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敢反问他 他必须恒恒的敲打你 这个城市单向的 只需要别人对他诚实就够了 有了这招什么情报问不出来呢 技能二遥遥领先 无论何时何地 安娜老师都要展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优秀 虽然他是嫉妒队新进的小同志 看上去也不大聪明 但是他是整个公安大队最睿智的存在 不管什么时候搜东西 他一进去就能直奔关键线索 就好像拿着剧本在搜这一样 讨论案件的时候 连厅长都要站着听他各种刀毕刀 擅自行动了八百回 不仅一点处分没有 厅长听到安娜又走了 立马派人去保护他 他永远走在队伍的前面 永远是那么与众不同 但是如果有人问他 你到底留在哪里 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领导能让你们俩年轻警察过来 那你们一定是有过人之处啊 年轻警察在基督一线 就一定要有过人之处嘛 这感觉就像别人来夸我 你看看 做了百来个视频 就九十多万粉了 你们的视频一定很好看吧 我直接怼了一句 谁说视频一定要好看才能找粉的 粉丝就不能是买来的吗 这到底是在怼别人还是怼自己呢 我都看迷糊了 可能这就是遥遥领先的副作用吧 好啦 为此队长甚至还要专门去买女老板的衣服 只能说这个小队经费还挺充足的 但问题是 他扮上了也不洋气啊 这刻意的整理群讲 这不熟练的pose 这文化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警察口气 感觉对面只要是个有脑子的都知道不对劲 但是安娜队长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就不得不提他的三技能 别天神 这是活影忍者里面最高级换数 可以在对方无知觉的情况下改变其潜意识 就像道梦空间的四层梦境一样 没想到安娜队长居然也掌握了此等神迹 因此他可以让诡异的事情合理化 比如说这里 毒贩的车队要开走了 他直接大烈烈的追了上去 一个漂亮的大动作 哐的一下砸到了后车上 没有人听见 没有人看见 所有人的耳朵都跟聋了一样 后视经跟废了一样 这都不是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他下车了之后 突然就变出了一身防护服 而且这个防护服还有隐身衣的功能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 在毒箱手下面前走过去了 虽然前面犯错的小弟都会被直接弄死 但是到了安娜队长这里 在毒窝里私自打电话 就变成了非常正常的事 而且所有的苦力都是难的 阿尚都听到这是个女人的声音了 就这么放他走了 而且最后他就搬了几个干水桶 人家还给他发了工资啊 拿钱的多出一个都没有人发现 最最最离谱的是什么 他逃跑了之后 立刻就真用了一辆老百姓的车 你瞎呀怎么不看路啊 警察办案真用现在的车 原来是警察 哎早说不就好了吗 真好 这个也真用一下 这是你的经济补偿 明天记得来世光局去你的东西 好好好 人民党长太客气了 这用的好像是图犯刚刚发的钱吧 这种钱能随便用吗 感觉这个世界的法则 在安娜老师面前真是荡然无存 记录警看了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可惜这个技能虽然牛皮 却不能隔空对观众使用 看剧的时候 看到大家都在打问号我就放心了 不是我一个人全程懵逼 我只想问这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啊 他甚至第一次去读窝 就知道电话机在哪里 金球指是不是开得太大了 还有啊 如果想办也很聪明的样子 请不要总是办张作嘴好吗 对手可是张宋文啊 人家一开口就是大老饭 你就记住我一句话 化学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如果是一个善恶不是很分明的人 面对这样的领导确实会很难拒绝 这部片子如果让我打分的话 三分还是会给的 因为张宋文老师的戏份实在是太精彩了 比起陈飞宇那种拉着张宋文过来抬轿 结果宋文老师所有的戏都在预告片里 正片一打开 全是各种陈飞宇大特写的傻叉电影 还是好看了不少 随便给你们线上几个片段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抗拒式演技了 这里是阿伟准备离开妻儿去外面制毒 可能很久都回不来 也可能永远都回不来 所以想在走之前听孩子叫一声爸爸 教军叫爸爸好不好 叫爸爸 没事多叫他 叫爸爸 叫爸爸 教军 照顾好弟弟 你最大 照顾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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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些和制毒的片段 张宋文真的把阿伟那种 对自己实力的 绝对自信演绎的好到位 你还有麻王草 不都用麻王草吗 你要什么 宝贝 我希望你尊重一下这专利 一般这种天才都是很难演的 演得不好 天才演成弱智的案例 我们看过不少 但是在张宋文这里 你只会觉得化学好神奇 这里是毒下还不相信阿伟的技术 让他做个毒液液货 试试 这哪里是冰毒牛 这是文哥的演技牛啊 搞得我都条件反射了 一看他打响指就知道要出事儿 后面两个蠢的要死的大哥 跟威胁他交出制毒秘方 看着阿伟配完之后还来了一句 哇 这太透亮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货 是啊 我也没有见过这么蠢的货 招惹谁不好 在一堆化学原料旁边 招惹化学家 真是嫌自己命太长 帅炸了 物理层面的帅炸了 其实从片子海报来看 剧方圆文的畅想 应该是狂飙那样的 就是神探姚安娜 对抗天才张宋文 就像蝙蝠侠 斗小丑 两边各显神通 结果现在大家都站在张宋文这边了 不是因为大家支持毒品 而是姚老师的表演痕迹 真的太重了 黄总尉 你太自私了 你永远只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一下给他们什么 你从来没有问过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你今天就算是从这里逃出去 在你孩子眼里 你永远是一个 尽甘于警察对抗 十恶不善的父亲 刚才是你喊人 是吗 我记得你 怎么说呢 导演说这个片子成本非常低 我是信的 因为好多场景 你都可以看得出 某个配角就是街边拉来的素人 演技个姚安娜有的一拼 我姐身上的伤怎么回事 妹妹啊 我们夫妻是跟你无关 我敬重你是警察 但你这种行为不太好吧 但即使是这样的成本 这样的剧本 这样的配置 张宋文依然没有让任何一场戏掉在地上 你甚至愿意为了他去忍受各种bug 真正做到了人台戏 这样的演员呢 活起来我是真开心啊 希望他以后的选择权能多一些 让我们再看到那种主演之间旗鼓相当的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是咸鱼小汉堡 我们下期再见